来吧 说说怎么会夫妻之间有这么大的认知差异 发生了些什么 今天呢 主要是我要来这儿的 我跟他认识有十一二年了 结婚也都六年了 我过的一纸我觉得挺幸福的 直到上个月我收拾屋子的时候 在那个抽屉里面 发现他写的这个灵魂协议 我都带来了 我天 我看见好像预先都已经摁上手印了 我天 单方面已经把手印按上 这是你的手印 对 当时在办公室的时候 打印出来 然后就填了一些 然后回家填的 然后按上 好吗 我问了他 他才跟我说 说是我想离婚已经很久了 就很久之前就有这想法了 所以我就想不明白了 我也没办法了 现在是 好好好 这听明白了 先生是带着一个破案的角度来 其实我想跟他离婚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事情还都从刚生孩子的时候开始 那时候 婆婆不是来给我们带孩子吗 在带孩子的方式方法上 我们有很多分歧了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去跟那个婆婆聊聊 然后沟通一下 然后解决一下这些事情 他就去恶意采测我的那个意思 他就说 你就对我妈有敌意 你故意找她 那当时我才 我孩子才出生十几天 然后情绪也没有调整好 所以当时就跟他吵起来了 一吵起来 他就摔门而出了 把我一个人留在那 我出去就是 释放一下我的压力吧 反正我回来不跟你道歉了吗 我其他也没做好 你是回来给我道歉了 但那又怎样呢 你还不是刺激到我了 当时我就独来了 当天晚上就发了高烧 还有啊 就是我觉得我做月子的时候 就是那段时间真的特别不开心 都快抑郁了 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嘛 他因为一些小事 然后跟婆婆在客厅呢 就吵起来了 婆婆自然情绪就激动了 在那破口大骂 那我抱着孩子在屋里 然后把孩子都吓哭了 那当时呢 我就出去跟他们说 我在哄不好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别吵了 然后我又回屋 那回屋之后 他们也不停 继续吵继续吵 那我就 我就出去告诉他们 我说那你们出去吵吧 我当时可能语气就大声了一点 然后我就回屋了 那我婆婆把火全杀到了我身上 闯到我屋里 然后然后一直跟我对着 之前怎么怎么的 当时我就没有说话嘛 然后我就就任由我婆婆在那吵 然后他呢 就在客厅呢 反正没进来 反正就这样 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婆婆公公 他们一家人三个 建了个小群 我无意中看到了手机 然后就看到了 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 他把当时吵架的 所有问题都归接到了我身上 那聊天记录 我都把它拍下来 然后到现在都还保存着 那我们看一下呗 那你看一下 他的那个聊天记录 那当时不是把所有问题 就推到我身上吗 而且哈 还是说 他爸爸妈妈和孩子的身体 是最重要的 我刚生完孩子 我的身体都不重要的 那我算啥 我真的不知道 我在这个家里 我算啥 不是人家没说 你的身体不重要 他没说呀 所以说我完全是一个外人 啥也不算 不是 这不就是儿子安慰一下妈妈 这不是在活悉尼吗 我看完之后 关键是这个事情 跟我没关系 他再怎么安慰 为啥说我有错 而且还 他没有在上面 没有说你任何一句话错误啊 是啊 没有说我有任何一句话错误 但是完全没有提到 所以说明在他心里 已经没有我这么一个人了 不不不不 你看啊 你永远是我儿子 这妈说的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和三无的人 有任何交集 其实我理解是婆婆指的你 对吧 对 这是他妈妈说的 然后你看你老公 是这样给他妈妈回复的 妈咱家一切 现在都挺好的 这个咱家我的理解是 包括他了 包括你 我觉得是 你看 所以那你说这个小科小伴是指谁呢 对啊 人家小家都很好 没有你的话 哪来的这些小科小伴啊 所以人家 人家接下来说了 现在你跟爸 还有孩子的身体健康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事 这点小事 不应该生这么大的气 这不就安慰妈妈吗 关键是他事后说我有错呀 他没有说呀 这不是 其实我想要的他是 他的一个态度 就是想要他对这事怎么看 我希望他能够去跟婆婆好好去沟通 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 不可能我孩子以后啊 还会被婆婆在家里面 大口大唠叨 然后吓到 我希望他去沟通 在月子当中 这月子仇已经讲了两件了啊 这月子仇好像很多女人说是一辈子的仇 是吧 咱再往下说 还有什么仇 以至于你要写这份离婚协议 我就看他态度 他态度都是这样的 那我为了 我孩子不会再被吓哭 那我就说 只能不让婆婆来了 就让我妈来给我们带孩子 他呢也就是三分五次的跟我说 奶奶要来看孩子 那我想了一下 我说 那就来吧 他过来呢 那我就出去 出去朋友家 或者是哪里待一下 等他走了 我再回家 然后这么说 然后我们就吵了起来 那吵了起来呢 我妈看到我们吵起来了 然后他 他就过来劝架 他还脾气上来了 就冲我妈拍桌子 说实话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我妈这么大年纪了 来给我们带孩子 完了他还冲着人拍桌子 等于姑爷和丈母娘也拍了桌子了 这就算还是在堆积嘛 后面呢我也想着去跟他好好聊聊一下这个事 那结果呢 他就说 你就是跟那个你妈故意刁烂我 你满嘴的那个假人假意 我妈有什么事都往心里逼啊 你就是爱哭的孩子有奶和 我想跟他去好好地去沟通我们之间存在的事情 那他这么说了之后 我就觉得完全没必要了 说实话 确实孩子出生以后 其实他对孩子还是挺好的 是一个好爸爸 那么也就这样过吧 我真的是需要两人一起带孩子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我也没有说是不想沟通 我觉得这些事儿其实过去很久了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东西都该淡忘了 今天孩子多大 马上六岁了 所以你想吧 这六年前的事儿了 对 很多年都过去了 也没必要再提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在他心里面就一直根根于怀的 那你们这个孩子 随着孩子的长大 你们现在的这个婚姻状况 是个什么状况呢 平常的交流多吗 基本上就是交流孩子 平时做家务 做饭 这些一起做 带孩子一起做 但是这样两个人的交心 这些就没了 你看 我上班 回来 做家务 那各种事情都堆在那 那你带孩子休息了 那我在那做事儿 那事儿做完了 你们都睡着了 那我们怎么沟通 怎么交流呢 我就觉得很累 就你累我不累吗 我也没说不带孩子 那周末好不容易 上了一个星期的班 太累了 想多睡一会儿 那晚一点带 那也行呀 那非得那个时候 你们俩现在除了孩子 你们俩之间有交流吗 你觉得他对你的态度怎么样 先生 我觉得就是有点冷漠吧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词 就是你看像之前 过生日啥的都张罗这张罗那 给我弄一些惊喜吧 但是现在过生日啥也没有 就是平单日 那我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给他张罗啊 我也给他买了一个蛋糕的啊 而且我也是用他对我的方式去对他的 你平啥又不爽啊 我看那个上面有一个时间 为什么写的是2035年呢 您为什么要把这个离婚的时间定在2035年呢 那时候我孩子长大了 那孩子长大了 我跟他现在是这样 我不想跟他交流 我也不想跟他沟通 在家其实我们交流啊 这些都是围绕着孩子 那到时候孩子也该上大学了 那我们到时候也就离婚了 就各个各的 现在2023年 12年之后的事已经安排好了 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段婚姻的核心任务是 抚养孩子读大学 孩子考上大学 他就要跟他离婚 所以丈夫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一定心里剧痛 对吧 对 我估计可能很多男人拿到这个东西的感受就是 同床异梦嘛 对吧 我的枕边人是这样的 所以你今天来了是吧 对 行吧 我们先听听有生活经历的人吧 他这件事情吧 我听懂了 我是这么看的 别学着像我老伴似的 成年就是那要早点忘掉 因为我们要积极地生活 关于你们婆媳关事吧 我不想多说 你们都很有知识文化 能处理好 我觉得你找了一个这么好老公 这么模范丈夫 你还不随心如愿吗 找到像我这样的话 那你得多造罪啊 我觉得你珍惜你这个老公吧 所以我就觉得您俩才是一家人吧 他们用两个角度说了同一件事嘛 就是你们要彼此珍惜嘛 这没结婚的可能都有压力了吧 来说说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这个大哥挺爱这个姐的 因为大哥不是平常下边啥的都回家呀 按时回家也不出去应酬干啥呢 就对这个家我感觉还挺眷恋挺照顾的嘛 还有就是如果我像大哥一样的话 如果我的媳妇跟我妈发生啥冲突 我肯定也会向着我妈 也会向着我妈 对 行 我挺理解这个姐姐的 就是如果 就是我们俩位置交换一下的话 我在婚姻中是被漠视那一方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都不会等到孩子成年 我可能当时就会跟她离婚 我特别喜欢大哥大姐那种方式 就或稀泥嘛 你婚姻有啥大不了的事呢 而且女生你没有觉得你很商标吗 婆婆来了帮你带孩子 你没体调你婆婆的辛苦 因为你说了我妈这么大把年龄来 不跟我们带孩子 你得体调我妈的辛苦 但你的原话是我婆婆来过带孩子 带的不好 没有 然后第二个你刚刚说的那个话 你说我没有跟我婆婆顶嘴 但是我回屋了 不就是甩脸吗 甩脸一样是啊 只是没有用语言吵架而已啊 所以如果你跟你婆婆两个 没有发生任何矛盾 她怎么跟她妈干起来 没有 当时是他们不知道 是因为一件什么小事吵架的 那她是吵她的呀 他们吵她 在一个屋子里 那好 如果是你的老公跟她妈吵架 照理来说你是她老婆 不应该劝她吗 来老公别跟妈吵了 别啊 消消气老公 妈您别吵了 妈您别了 你对吧 这么大把年龄呢 你跟她吵架 把你气着了 我告诉你 如果你婆婆和你老公吵架 那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帮着你婆婆 一起训你老公 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 说此话 我当时才产后三个月 哎呀 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再说你都产后三个月了 全没生过孩子 我们都生过孩子 我告诉你 产后三个月就都来上班了 当时有问题的时候 我跟她读通了 但是她是以一个恶意的揣测我的 听我说 作为一个中间人 我来告诉你 现在你过了六年 痛苦生活的根源在哪里 你不要说她很痛苦 你不痛苦吗 六年你没有得到个温暖 你不亏吗 你们两个人 在现在夫妻关系上面 每个人都有问题 你的话是说 她对我不好 所以我也对她不好 我就这么冷着呗 我也不想搭理她 我也想不想管她 那你回到这个家 你不觉得冰冷吗 你不觉得痛苦吗 那同样对丈夫来讲 也是一样的呀 你妻子的情绪 你没有关注到啊 你们两个依然在干账啊 你说她对我冷冰冰的 那你对她不是冷冰冰吗 你们两个人 都是在你们的婚姻当中 选择消极对待 这边人家都六十多 快七十了 人家也没有消极对待生活 你才三十多 所以想要把这个家的温暖 重新捡回来 你不妨温柔一点跟她讲 婆媳问题翻篇了 孩子六岁 马上上小学了 那好 咱们两个应该怎么做 你何必把离婚协议写出来了 你不如写家庭合约 第一个回家来要微笑 第二个回家来以后 跟老婆说老婆辛苦了 第三个晚上睡觉前抱一抱 先订最小的合约嘛 每天就花三分钟 给拥抱 给温暖 给关心 才能把一个冰封的关系 变成慢慢松动的关系 否则的话 你们只能永远痛苦下去 干嘛 干嘛 哦 得嘞 妹妹 我们大家没有在说你 没有在曲解你 只是想让你过得更好 当如果一个人 当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死期的时候 就像你们的婚姻一样 那你说这个人多痛苦啊 每天看着日历牌 一天一天往前走 哦 距离我们离开又近了一天 这是件很难的事情 很痛苦的事情 为什么给自己找这种不愉快呢 我们日子往前走 一步一步一定会更好 婚姻其实会经历很多阶段 就是这个阶段 每一对的夫妻可能都有经历 就是那句话不是说的特别好吗 说这个结婚的夫妻啊 有无数次都是走在去买菜刀路上 想砍死对方 结果在去买菜刀的路上 看见了对方喜欢喝的豆浆 就忘记了买菜刀 改为了买豆浆 对吧 那你们现在这个阶段 太正常不过了 因为刚刚经历完 妻子在产后的抑郁的阶段 没有调整好的一个阵痛时期 现在是在磨合的过程当中 刚才这一个动作 姑娘 如果你不那么纠结的话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能迅速修复好 你只要告诉他我需要怎么样 我需要你关心我 我需要你站在我的身边 你们就会好起来 但是如果你要是依然在丈夫 跟你表达完这种感情之后 你还是不断地再去救世重提 翻旧账的话 那就没意思了 你就真的奔着那个时间走了 我想跟你说一下 刚才你生死力竭的时候 我才生完孩子三个月三个月 我特别理解你 生完孩子的女人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都跟神经病一样 因为我也从那个阶段走过来的 我为什么生完孩子 我四十二天就工作了 我还不是三个月川哥 我四十二天就 难怪那段你比较神经 就回到 我四十二天就回到舞台上了 是因为我受不了 我自己在家的样子了 歇斯底里 无可救药 真的就是个神经病 说两句话 三句不对就哭了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了 莫名其妙 一个饭中吃饭吃得好好的 突然就泪流满面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就是生完孩子的女人 没办法激素水平 如果你自己没有那么强的调整能力的话 你那个时候就会经历这个阶段 有的女人两年之内都走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姑娘 你现在就是处在那个产后的 那个修复阶段没有好 然后带来的阵痛 后遗症 你没发现吗 你的妻子一直很着急 就是着急的那个 是没放弃希望的 淡定如水的那个 是已经不怕开水烫了 你在现场一直 你就是云淡风轻的站在这 但实际上你在这 连情绪起伏都没有 你老婆我倒是能看出来 她是真心觉得 现在这状况不对 然后呢 我也找不着好方法 我着急想让这状况有个改善 您现在是努力在适应 现在这个状况 你已经刀枪不入了 你没发现吗 有一点 我问一下你们孩子今天多大 六岁 对 你们两个觉得自己孩子在这家幸福吗 平时也都一起带着玩什么的 不是你觉得他看不懂吗 妈这样 爹这样 妈这边不是哭就是闹 然后不是喊就是叫 爹这边永远带着淡淡的冷笑 你以为这孩子看不懂吗 你这十二年 你跟你们家孩子商量过吗 我再给你爸十二年机会 如果他再不让我满意 咱们家就拉倒 然后这孩子说 问题是我找谁去 我才六岁 你们两个处理不好我的问题 然后让我忍到十八岁 你负责任吗 如果我是你先生 我看到了这个 我会毫不犹豫地牵下 并且转身就走 一边跟我在一起 一边想着把我们的婚姻杀死 我怎么会允许 沟通的目的不是争谁对谁错 是为了让事情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你没有发现你跟你先生要沟通的 都是谁对谁错吗 对错不重要 幸福才重要 女生 你现在的情绪状态得调整 先生 你多久没有嘘寒问暖 你心里最清楚 你要还爱他 一定不会这么漠视他 他是做法不对 你完全是用冰冷晾着他 这个女人的心被你凉了 有点冷哦 坐起来好好考虑一下 想得清楚 好不好 来 拜拜